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病毒学博士葛毅博士以及工党国会议员陈奈斯一起聊一聊 和大家一起进一步全面的了解一下辉瑞疫苗以及关于10月16号全国行动日的详情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先来和陈议员连线 奈斯你好 很开心又见到你 那我们向您了解一下目前的疫情啊 我们依稀记得呢之前政府一直坚持的是绝不和病毒共存的这样一个思路 而且呢立志要将病毒消灭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奥克兰啊 依然每天都有社区新增病例的情况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降至了三级 那么总理的言论当中也不时的透露出来 完全清零可能很难实现了 那么面对疫情政府目前的整体思路到底是怎样的呢 那就在这边跟大家等于说官方的解释一下 第一步就是说政府依然还在追求的是一个elimination strategy 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我们从来不会让任何一个病毒的案例就随便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扩展 你如果去看悉尼 悉尼现在是完全不会去追查任何一个案例 哦你得了新冠了 好那你就是我们数据中的一个 你需要医疗治疗那你去医院 你需要怎么着 你需要自我再加工你就隔离 可是他不会去再去追说他去过哪个景点 然后散播出来这个places of interest 这个就是被感染过的地点 可是我们纽西兰政府依然还在做 尤其比如说大家看到怀卡托或者北地的这个区域性的lockdown 这个依然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做的 我们从来没有说说我们会放弃到追任何一个案例的病毒 而且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案例的病毒 一旦有了我们会把它的危害控制在最小 好的那我们看到相比于第一波疫情 新的delta病毒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啊 那他的这个传染性更强更快 也因此确实是更加难以控制的 刚才呢你也说到政府在实施的这个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 还在坚持elimination strategy 那这也意味着市场攻坚战甚至可能是一个持久战 那么坚持这样一个策略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争取给我们国家更丑的时间可以能够尽快的打更多的这个疫苗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打了疫苗的人他们在面对病毒的感染率 然后再是有症状然后再是重病进医院最后到了死亡率都会相较的较低 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是要为了能够争取有更多的人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有存活 而且不能不会得到long covid 就是这个这个疫情之后得了新冠之后的这个长期的后患的这个病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争取的是这个时间 我们依然还在追求的是这个elimination strategy 好的我注意到刚才奈斯说到啊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争取时间来接种更多的疫苗 而目前啊虽然整个亚裔群体接种疫苗的情况很不错 但也确实还是有很多人是犹疑不定的啊 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 究其原因呢其中有一点啊 我认为是对这个疫苗的防护力认识不足 那我们经常都说要用数据来说话 那么奈斯请问有没有相应的数据来为这部分人打疑解惑一下呢 在我们现在整个纽约人口34%是没有打疫苗的 这个当然这个34包括那些不能打的 就像我说的这个12岁以下的孩子 他们是没有这个抗体的免疫力 23%只打了一剂 然后43%打了两剂 可是当我们在看到所有就是得了病毒的这个这些案例 就到你现在像我们已经破迁了的这个案例当中 88.5%是没有打过疫苗的 所以是非常就是这个这个案太太明确了 然后其中的80%只打了一剂 然后百分之只有3.5%是打了两剂 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打了两剂的话 你得病毒的可能性在纽西兰现在只是3.5% 就太小太小的一部分了 然后再下一步的就是说当我们进入医院 也就是说你有重症的时候 百分之92.5%的人是一剂都没有打的人 百分之六是打了一剂的 然后百分之只有1.5是打了两剂的 所以就是您会把您的可能性从88点多的这个可能性 百分之88的可能性一下降到1.5 如果您打了一剂的两剂的话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数据 这是纽西兰本土的数据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 然后也可以把这个数据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太好了我相信这么有利的数据应该可以消除很多对于疫苗防护力存在的质疑之声 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在华人的群体当中 65岁以上的老人第一针的注射率是83% 相比于整个亚裔群体的整体疫苗接种率的88%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我觉得老人应该是受到加倍的重视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葛毅博士请您解释一下 为什么面对疫情老人是应该备受关注的一个高危群体呢 因为人老人的年纪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免疫力本来就会有下降了 然后器官的功能也有下降 而且大多数的老人都会有一些正好是有些基础疾病 那这些基础疾病造成在被病毒感染的时候 他就没有那些存余的功能 来保护自己 没错葛博士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老人更需要疫苗的防护力 但是我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老人 跟他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听到比较多让他们感到犹疑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打疫苗是不是会有相应的副作用啊 那这一点他们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担心的一个核心点了 那么烦请您在节目当中再给我们科普一下 这个辉瑞疫苗到底会带来哪些副作用 以及这些副作用发生的概率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吗 谢谢 那第一个就是常见 常见的话就是发生几率大于十分之一的 那这个就是手臂酸痛同种啊 这个就很常见 然后是 这个是非常常见 那是非常常见 那么下来是常见 常见就是在十分 百分之一左右的 百分之一左右的话 就是一些还会有些系统上的 不良常见 不良反应有疲劳 头疼 头疼 肌肉酸痛 怕冷啊 会有点感到恶心啊 对 这些就是常见的 不常见的就是在千分之一的发生率左右 那就有一些人啊 我也清楚 有人就零发结会有肿大 食欲不振 失眠啊 晚上到汗啊 这些 再往下面就是罕见了 罕见就是万分之一级别了 它只有一个报告的这个罕见了 那这个就是急性的面摊了 一般他们有报告就在临床实验的时候是三四个 呃在打完这个疫苗三十七天后 就是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就产生了面摊 其实很多疫苗呃都会都都有这个现场 包括一些以前的流感疫苗 有人打完也会有这个面摊 这其实是一个免疫反应造成的 但是还是想说的是这是罕见的万分之一 而且如果说是这个有这种面摊 急性面摊 你要赶紧去看加一 然后会有基数治疗啊 是会大大缓解的 嗯 那再往下就极其极其罕见了 那辉瑞有特别注视 呃在他们上面 呃解释就是呃 心肌炎 呃心胞炎 那就是这个就是非常罕见了 嗯 而且一般都是在年轻人 男孩男性身上发症 对那我们看到 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啊 他本身可能这个身体素质就比较弱 或者是会有一些基础病 那是不是有必要会更加担心 这些疫苗的副作用呢 老人基本上来会问就是说 你要我自己本身有高血压 心脏病啊 然后是不是可以打啊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打的 而且反而你应该去打 因为你这些基础疾病呃会当感染的新冠处 反而会造成就是更危险吧 所以呃对你有基础疾病 你更加需要去打这个疫苗 而不是去担心这个副作用 正像我刚才之前也说说说说说的 老人其实呃自身 你年年年纪增长免疫力已经下降了 那你就不能打除了这个基本上都不要 还有有一些人他有自身免疫疾病 那自身免疫疾病这些人 普遍他自己正在吃那个大量的基础免疫压制药 这种情况下你就是说你要打的话 你正好要去找医生问 你不问不清楚 你可能要推迟或者你请一伙药才能打 不然你打下去效果不好吧 好的谢谢葛博士 看来啊老人们确实不用过于担心疫苗带来的副作用 相反啊是绝对不要因噎废食 毕竟面对疫情更应该关注的是疫苗带来的防护力 好的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关注10月16号疫苗行动日 稍后见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Channel33疫苗全国行动日特别节目 我是Aris朱思红 那么今天的特别节目呢 我们通过在线采访的形式 将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病毒学博士 葛毅博士 以及工党国会议员陈奈斯 一起聊一聊 和大家进一步的全面了解辉瑞疫苗 以及关于10月16号全国行动日的详情 那么在刚才上一节节目当中呢 我们谈到了目前在华人群体当中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 这个疫苗的接种情况还有提升的空间 并且老年人其实呢 是真的不用过于担心疫苗带来的副作用的 即便是您有一些像这个高血压呀 糖尿病这样的基础病 也不用担心疫苗会在基础上带来更大的副作用 那么相行之下呢 面对新冠疫情 依靠疫苗的防护力 提高对新冠病毒的这个免疫力 才是症结 好的 我们再来和陈议员连线啊 奈斯你好 我们知道在上周三的时候呢 新西兰疫情应对部长Chris Hibkins宣布啊 10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将会作为全国疫苗日 那么具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0月16号 所以其实那一天我们所有的注射疫苗的地点 都会是开门的 而且开到晚上 就是我们好像Chris Hibkins最后给了我们是到8点 就每个人都要一直撑到8点 就是为了能够争取给大家最长的时间在这一天可以打 当然了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朋友 不管今天是几号 你只要还没有打疫苗 我们随时都可以欢迎大家去打 所以在那个 可是在那一天的话 我们会公贴出来 就是所有的具体的在每一个区里面 我们分北岸中区东区南区西区 这样子五个大区的专门可以讲中文服务的这个注射地点 我们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这样子方面的顾虑 可以马上去这个地方 而且如果那一天遇到现场任何需要帮忙的 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 我们会有一个最后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 会公布出来给大家 然后都可以等于说 直接我们现场就可以去来帮助您解决任何的困难 我那一天也都会随时stand by 比如说如果您是因为身份的问题 比如说因为您NHI的号码有任何的问题 那一天我们都会临时马上给您解决 当然最后那一天也是开讲的日子 所以如果那一天在那一天之前 您还没有注射疫苗的话 有可能就会错失掉我们的奖品 所以那一天会有很多的礼品 那一天就是陆陆续续的在礼拜六会跟大家开讲 哎呀太棒了 听起来像是一个盛典啊 但愿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共襄盛举 那么本周呢 可以说是这个疫苗接种日来临之前 全力宣传造势的重要一周了 那您作为这个华人的国会议员 也在此期间做了很多的工作和努力 我们都看到了也非常感谢 那么华人华社给予了怎样的响应呢 这次是国会议员 这次呢说了一句话说 有些时候有可能人们信任的 不只是我们这些政府官员 然后突然就完了我要失业了 原因是这一次的行动 就是要让社区活动起来 所以我在这边 特别感谢我们的社区领袖 每一个社团 华人社团的领导们 他们都现在在 领袖们都在一个微信群里面 叫Vaccine Forum 每天活跃的在上面 跟我们报告 他们在会员当中 如何实名制的一个一个去注册 这个是我们的Fall Local Board Susan所召集的 包括跟我们Police 对Jessica和Sean 他们都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 还有Watamata DHB 我们专门有个Asian Health Service 这个就是我们亚裔人 在政府部门起到的作用 所以就是特别积极 他们整个团队 那然后其次我要感谢的是商家 商家这一次要参与的 就是他们会奉献出来 我们等于说是三等的奖品 然后这样子可以 就不管您今天是从疫苗 进纽约第一天注射的 还是到最后一天 我们开奖的那一天注射的 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 平等的一个机会 来参与到这次的抽奖当中 为的就是能够鼓励大家 也谢谢大家 因为有些时候去打疫苗 有可能像我第二针 就真的是最后就开始发烧 然后关节疼 所以就是我们要去经历一些事情的 才能够达到这个免疫力的效果 所以我谢谢 所以这个也是感谢大家的付出 然后那有些商家也会提供给我们 就是说只要你打了两针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提供一个到月底的 一个优惠的一个period 每次去没有上线的 所以这些都是谢谢这些商家 我们也都在我们的群 我们各个媒体平台 我们都会公布出来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也在支持着我们 用他们的方式 然后最后就我们还有一个志愿者行动 就是我们这次能够号召 30多位志愿者 专门就是每一天上岗 能够给我们的老人能打电话 打去他们的家里面 来去慰问他们 然后同时能够问他们 如果他们还没有接种疫苗 是否有什么确实的困难 我们可以帮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有上门的这个注射服务 我们有说中文的这个注射的地点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 可以免费的这个车接车送的 这样子的功能 所以其实真的很感谢 这些志愿者 这几天一直跟我们在并肩作战 就是真的是把这个工作 落实到最具体的人对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当中 所以就你可以看得起来 整个华社都在动起来 我们都在积极的在努力 然后我这次也很谢谢所有的 就是当然这次在campaign当中 所有人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群众的力量 其实带动了这整个的这个运动 听起来确实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啊 真切可以感受到 从政府到社团再到个人 都在不遗余力的推进 在这个新西兰的全境范围之内 疫苗的完全接种率 可以达到90%这样一个目标 但是我们也确实常说 最终决定高度的是短板 那么目前新西兰全境 这个第一针的疫苗注射率 已经达到了90% 可是剩下的这10%的人群 应该说是最难攻克的难题了啊 那么现在有没有办法来争取 这部分人的支持呢 奈斯 大家应该是在礼拜三的时候 看到克里斯特克斯宣布 等于说这个礼拜六 也就是10月16号会成为 我们的这个超级星期六 超级星期六 其实我们为的 就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社区 能够跟我们一起合作 来提高我们的社区的这个疫苗率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了 比如说整体的纽西兰 已经超过90%的疫苗率了 那其实最后的这几个 10%的这些人 其实都是我们叫所谓的 南啃的骨头 我把它这样子说 就是我不说这些人 就是这些人 所有他们不打疫苗 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原因 当然如果你有医疗的原因的话 这个你已经不包括在这个10%了 这个是可打疫苗的人群 那在这些人当中呢 他们每个人都有 非常非常特殊的理由 他们不打 然后也有一些 他们自己很特殊的顾虑 所以这次超级星期六 您刚才说我忙 其实我觉得更忙的应该是社区 因为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政府该做的 官方的宣传和推广 我们已经做到能做的了 那现在我们知道 最后这10%左右的人 他们需要的 其实是他们身边信任 并且认识的家人 朋友 社区领袖 能够跟他们进行一个 一对一的一个对话 所以这次超级星期六的活动呢 是我们邀请所有的 我们所谓的群众的力量 就是我们不管是谁 今天只要你身边认识一个 没有打过疫苗的人 我们鼓励你 就算你打完两剂了 你的任务没有结束 你要去跟他能够进行一个对话 我们希望你能够 当然是采取一个非常非常同情 而且是能够理解他 不是一个非常judgmental 就是不是一个批判式 或者审判式的这个态度 因为就像我说 每个人不打疫苗 他都有他自己 非常独特的一个顾虑 有些人比如说怕针 昨天晚上总理 在我们的这个 发布会上面 也跟大家分享了 比如说如何你可以去 干扰一个人 如果他怕针 你可以在电话上面 一直跟他通着话 他去打疫苗 尤其我们在三级不方便陪同的情况下 或者如果今天他有一些 不同的顾虑的话 比如说科学的 那我们现在制造出来了 这一个礼拜 比如说在channel33上面 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 官方的科学家 会跟大家来分享 这些疫苗的硬知识 让大家自己也可以装备起来 大家就知道 要怎么去回答这些疑问了 另外一个 当然我觉得可以就是分享的 我个人最爱分享 就是说我们现在12岁以下的孩子 并不能打疫苗 如果今天您是个老人家 或者您是个家长 您不打疫苗 您觉得自己生命有可能 您不太重视 或者其他的原因 可是您把这个疫情带回家 带给孩子了 那这个会是有多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是您有可能 不是那个最后得病 可是您有可能是个传播者 没错啊 我相信为了孩子这个理由 应该是家长们没有办法抗拒的 这个接收疫苗注射的 最强大的动力了 但同时呢 我相信政府或者社区也一定是考虑到了 有一些老人 他的这个疫苗的施打率偏低 除了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聊到的 是对于这个疫苗的防护力认识不足啊 或者是担心疫苗副作用等等 这些主观原因以外 还有很多老人 他是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 比如说语言不通啊 行动不便 或者是信息比较闭塞等等 那么目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这一部分的老年群体呢 老人是最容易得病的 总理在礼拜一晚上的这个发布会上面也跟我们说了 老人是一旦得了新冠 那个后果最严重的人群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说如果这些老人包括他们比如说不常上微信 他们比如说有可能他们的势力等等都有这样 我们都可以就是等于说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一个交流 所以今天不管是您的邻居有可能是一个独居的老人 可以不妨问问他说他是否有打疫苗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团队 透过我的公众号 就是这里很nice 我们可以帮他叫计程车 或者我们可以帮他安排中文的上门服务 这些都是政府现在已经都是organize好准备好的 就只要一通电话我们都可以安排的 所以这些更具体的服务也是带给大家 太好了 我觉得政府和社区真的考虑的特别周到 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葛毅博士 那当新西兰这个全境范围之内 疫苗的完全接种率可以达到90%这样一个目标之后 最终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而在全球范围来看这个未来的疫情会是一个怎样的走向呢 越高之后你就可以避免这个它再去打破它的传播链嘛 但是现在这个这个Delta的话 它的传播几率特别高啊 然后我们的疫苗的保护性并没有特别特别好 因为比如像MISO那个麻疹疫苗 它99%有效 那肯定那你就可以更需要 90%它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了 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说我们 就是目标就是避免 就是做严重的 严重的COVID 然后群体免疫呢 当然是 注作率越高越好 至少可以让我们感染的Case的数量 越来越来越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不能到处够有几千个人这样感染 其实还是有一个重要一点 我们必须要靠这个疫苗 让让我们整个population能够快速度过这个疫情 因为如果一直这样的不打的话 那个病毒它会慢慢的一直感染这个人 我们全球70级 90级了 过了多少亿了 它就慢慢要 可能要10年才能够完全感染下来 如果你所以说你要想 你要想让他们早一点消失 让这个疫情早一点结束 那唯一办法你就是让大多数人 在最快的情况下打完疫苗 然后这个疫情就会结束 那这个疫情结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就是两个 一个是新的病毒学家族的想法 那就是一个是流感化 另外一个是感冒化 流感和感冒是两回事 流感就是我们每年要打一次那种 另外一种就是感冒 就像我们common code 就是普通感冒流流鼻气这种情况 所以我也去看了一下 基本上大多数的病毒学家的意见 就是说不会变成流感化 因为流感病毒跟这个病毒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些特别的机制 所以它造成它的变异率比较高 然后每年都会有新的新的string出来 但是新冠病毒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之前其实新冠病毒有四种 可以感染人的新冠病毒 这四种新冠病毒早就已经感冒化了 就是说每年我们很多人都会得一次 就是流感冒 普通感冒 你都不知道是新冠病毒 就是这种 所以我们预计以后这个病毒会感冒化 而不是流感化 所以不用特别担心 预体什么时候结束 就看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疫苗打完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的宝贵时间 那么观众朋友们 我们依稀记得 在8月17号的时候 奥克兰发现了第一例新冠Delta病例 当天下午 总理就宣布从当天晚上的11点59分开始 新西兰紧急进入四级封锁 我们也清楚的认识到 封锁绝对不是常态 那么如何和病毒共存成为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头号难题 目前看来全球范围内尽快推进疫苗的接种进程 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救赎之路 那但愿我们能够共同努力 加速冲刺 尽快到达成功的终点 新西兰早日全民接种率达到90%或者以上 我们的边境才能开放 商业才能重现生机 我们的生活也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才能和我们的家人朋友团聚 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加油吧 那么Channel 33疫苗全国行动日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再见